我对这个拿到这个题目以后这个圈的一个第一个想法 我就说觉得是要跳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舒适圈的这个一个理解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其实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话 我还是特别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 因为别的我也不是特别有哲学思想 可能分享不出啥 我是在2009年12月30号 我就非常清楚 我踏上的飞机一个人去了美国 当时英语非常的懒 可能只能 可能那个四级也到不了的水平吧 因为才刚刚大学的高中毕业吧 然后对于去之前 我是跟工大还是有些渊源呢 因为去之前我在工大小河山校区读了三个月 然后也这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踏出我的舒适圈 因为在上高中之前 我是在家里度过的 就是也没有住过校 也没有出过远门 每天都是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然后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其他地方 但其实去到那边我发现比小河山的宿舍还不如 小河山的宿舍因为可能是比较 我去的时候吧 十几年前吧 也还比较新 然后会就是在宿舍里面是有四个人还是六个人 还有洗手间 然后各种的设施都还算蛮新的蛮好的 但是去到那边以后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宿舍 他的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 你会想到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美国恐怖故事 有一季就是讲那个酒店的 每天也没有事情 因为我去的是Winter Break 所以还没有 正好也是他们的Christmas 所以就没有人上班 小麦布没有开 去远的地方吃饭说要开车 但是我不认识人 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去 然后也没有经验 我妈给我准备的所有的钱都是100刀 都是100整的大笔钱 自动贩卖机塞不进去的 它只能接受5块和10块 所以然后更惨的是 我的箱子没有到 因为它转机以后重新拖跃以后 到凌晨它那个行李就不会来了 它说要我登记完以后 第二天就会寄给我 结果我等了三天才来 所以那三天又饿又困 又很难受又很伤心 整整的是我可能人生的治安时刻吧 哭了大概一个礼拜 我妈每天晚上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都说没事 但是放电话就开始狂哭 但是我们学校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当时面对的全是雪 雪可能到这里吧 到我的小腿很厚很厚的雪 然后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白色 你也买不到东西吃 贩卖机又不接受我的钱 所以当时去的时候第一周 我觉得我太惨了 我为什么要 我一反复的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我为什么要一个人来 我在工作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 可能我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一些 在某某某某个地方 他说那我等会儿 找我朋友一起开车过来接你去吃饭 我简直就觉得我的神来了 太棒了 终于有人可以去带我吃饭了 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我高中的学姐 也是不是我这一届的 然后是比我大一届 他说他给我送罗宋汤来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罗宋汤 是他自己做的 然后其实在Elva State 慢慢熟悉了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学校 这个学校虽然不是很有名 我进去的时候QS还在100以内 后来就掉出来了 但是这个学校其实大家知道QS排名 其实它会include非常多的元素 所以比如说学校的一些资金能力 以及他的校友的捐助等等 包括地理位置 他是在很穷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去美国 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很好 因为他很安全 他每年可能枪杀案就一箭吧 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很nice 所有人都很nice 就是那边的警察比如说去到商场 你迷路了他会带你回家 但是在New York 人家只会敲敲你的车门 快走 因为他这个村里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安逸 所以我们的学习也不是特别的紧张 然后包括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无聊 美国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真的非常无聊 就没有什么可以干的 唯一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个华人开的KTV 是我们每周必去的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 美国人的club 就是在宿舍里面 拿一个塑料杯 开始投那个乒乓球 然后就开始喝 喝完了就美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你确实也可以花更多的精力 在你的学业上面 很多人都是double major triple major 来毕业的 然后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完成了两个学位的工夫 然后也很胜利的申请到了各大 但我们那时候申请可能比现在要简单一点 可能本来就是HONOR GRADUATE是在美国的 那你申请GRADUATE就会简单很多 首先脱步不用考 其次它对于你的GPA的认可是比较高的 学科的积分会很高 当时我是用3.86 out of 4分来申请的 所以它是比较容易就申请到了 两个到一个是匹兹堡 我记得第一个录我的 第二个是Colombia 当我收到Colombia的offer的时候 可能我收到邮件的时候 应该是国内凌晨3点 不顾一切来给我妈 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根本就是顺不着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开心点不是因为Colombia 它是多美有名的一个学校 是因为我可以从村里去城市了 我可以在一个村 就是在一个有地铁的地方 你可以坐地铁去很多的mall 去逛街 然后就看到很多fashion的人 不是在村里只是穿个拖鞋 港库 然后就去了Colombia University 当然这应该是我第二个 这个其实已经不算是舒适圈了 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没有跳出 因为它反而对我来说应该是更简单了 所以在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别人觉得很难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比较简单 我在之前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认知觉得 在美国的留学生 怎么都比在国内的大学生 会有更有自主能力一些 因为你去到那边什么都是你自己要做的 租房子 交水电费 你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接触过 你不知道怎么交 但是你去了美国没有办法 你不交没有水没有电了 你不去学车 你就没有办法出去 连买东西 保护你都没有 很多事情是在一个压迫下 就是被逼着你去做这些事情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可以 这些事情 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我可以去解决它 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 我的思维逻辑就是 当我在创业以后 发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会有多困难 我会想 那它一定有解决方法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它 既然它发现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件事情 给处理好 这就在Clorovia的一些 就是刚开始的一些照片 后来都没怎么在学校里面拍了 因为基本上都在玩 然后正好那一届是有奶茶妹 是跟我们同一届的 张泽天 然后毕业以后 我就非常 也是不太 没有花特别 我可能运气还可以 申请到了 拿到了PWC 也就是浦华永道 在四大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拿到了它的一个offer 但是这个是做一个计算机想关的 在PWC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我回国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其实我当时我跟可能很多人一样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特别特别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我经历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在PWC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也非常的迷茫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我不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可能只是为了养活我自己 可能为了觉得 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能够让我爸妈就在同事朋友面前 花了这么多钱培养我以后 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进去一直到我离职 我都不觉得我有什么成长 其实我觉得我在浪费我的人生 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思考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他能给我带来什么 就像一凡说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思考很少 我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也没有找到我自己热爱的事情 所以我只是在那边 每天就是可能当办公室的开心果吧 老板可能出去应酬的时候会带上我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好沟通交流的 但是你知道写代码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擅长 我学的是statistics统计 那我的统计可能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更偏向于是分析 但是对于写代码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我很不喜欢 最后逼我离职的是因为 慢慢的我在办公室可能太没有事情做 老板把我放到了一个项目组上面 是跟美国的一个项目组 然后这个项目组是逼我一定要去写代码的 我写到我哭 我晚上写到我代码已经写出来 因为一直debug 一直有bug 就一直他过不去 我就很受挫 我就写到我自己哭 我打电话给我妈 我就说我真的不想做这份工作了 不管他将来能有多大的精神空间 不管他将来能给我带来多少财富 我真的不想做 我觉得我在浪费我的人生 浪费我的时间 我觉得我学这么多 出去看了这么多的世界 我不想在这浪费我的时间 我妈不同意 我们家人都不同意 为什么一定要离职 在上海这么繁华的fancy的一个城市 这么好的一份工作 别人想得都得不到的工作 你得到了 你可以在里头继续待着 而且就觉得你的第一份工作 是不是不能够就是干个一年不到你就走了 你的下一份工作 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不稳定的人 对于以后在职场可能不好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我爸妈不同意 那你们就不同意吧 我就自己去看人面试 当然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思考 我到底要做什么 可能机缘巧合吧 其实我本身比较喜欢小朋友 我是觉得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长大 我还是一个孩子 像跟我儿子 我觉得我只是他姐姐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 只是我认为 以后可能他觉得这个女人好烦 所以我去面试了很多的教育机构 包括国际学校 我本来是想做数学的 因为跟统计相关 数学老师 但发现数学老师的公司有点低 可能不能养活 因为如果我爸妈不同意 我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那我可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那我要说服他们的点一定是 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且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后来发现 双语老师 英语老师这个职业的工资会高一点 我就去了国际的培训机构 然后就面试了一方小朋友 但其实这份工作 对于一开始他的收入其实并不是很高 但是也能算养活我自己吧 在这个 在这里我非常开心 因为每天对 就是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每天面对那么多小朋友我很开心 每天看到小朋友们来了 会拥抱我 会叫我学业老师 然后会愿意来上课是因为学业老师在 这个会让我很开心 所以我在拿到offer以后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我说 我现在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 我是通知你 我已经找好工作了 我要离职了 然后 这就是我下一份工作 你同意不同意都不重要 然后我妈可能也没有办法 扭得过我就这样 然后我给她画了一张饼 PUA了她 我跟她说 这只是我的一个跳板 将来我会 要成立一个怎么样的公司 我要成立一个什么 international school 然后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可能我妈也不是很见过市面吧 她就被PUA了 然后她就同意了 也不管她从从 反正我在上海 她在杭州 她也管不到我 我就接了这份offer 然后先是有在做一个 所以当你在跳出这个舒适圈 学历还是有一点点重要 因为毕业于Colombia University的人 来做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 可能绰绰有余 所以能拿到比较不错的offer的机会 还是比较不错 所以你曾经经历的任何事情 它可能都在会 都将会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间 发挥它的价值 比如说我在美国 自己出去旅游什么的 在现在 我都不 带我爸妈或者全家人出去旅游 我就再也不用找什么旅行团 我可以自己DIY 曾经 学过一段 就是在学校 因为在美国是需要有那个积分 然后它的分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 就是项目 就比如说人文类的你要秀多少分 然后什么 你的专业类你要学多少分 因为分不够 我学过 学过健美操 学过高尔夫 学过瑜伽 学过一些舞蹈 那之后在你的 可能在你的人生 遇到一些需要你出来 表现你这些才艺或者展示 或者需要你知道这些 Basic Knowledge的时候 你可以展现出来 包括 所以 当你遇到任何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你可以学习任何 当下你可能并不是特别在意的东西 但是在某一个人生的时间点 它会反馈出它的光芒呢 好 好 好